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了城坑铁路 贵州落盘水的煤才可以运往潘之花 供其锻造钢铁 而潘之花生产的钢铁 也才可以运往重庆 用来制造武器 但是山高林密的山区 就如同是一个十面埋伏的战场 于是一个疑问便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 那就是究竟要选择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去穿越险境 修建这条至关重要的铁路呢 中南海红墙内 周恩来总理在总参谋长 罗瑞卿大将的一份报告上 郑重批示 修成坤铁路 朱委员长提议 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 1964年8月 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五个师 扩边到18万人 加入到修建成坤铁路的大决战之中 当天南地北的铁道兵日夜兼程 迅速开赴成坤铁路工地时 很多士兵根本不知道 脚下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险途 结果到第二天早上 一看那个路 我们都是从学院长大 建那个路 真是把人吓坏 我们昨天晚上走过的那个路 那个路边子掉下去 就是无底深渊 成坤铁路 是从四川的成都厨房 经过西山 潘之花 黑井 最后到达云南的昆明 全长是一千一百公里 在地图上 这只是一个不亲耳的小线段 但就是在这段高山峡谷 与激流险滩组成的拼图上 却汇集了全世界最复杂的地质状况 有摇摇欲坠的威延落石 潜伏着泥石流和滑坡的不稳定山体 同时还有纵红交错的溶洞 行踪鬼秘的地下暗河等等 那么在这些修建铁路的禁区里 铁道兵们真的能够修齐铁路吗 铁道兵要彻底征服大自然所打造的 千古隔绝贯通山河 必须首先解决过在眉睫的难题 在这些气死猴子吓死鹰的抖壁上 想办法安营扎寨 整个县的这个山走到什么程度 一个连队上去以后 一个班就找不到一个住的地方 为了让鹰房尽可能靠近施工现场 铁道兵就在超过45度的峭壁上 开凿立足之地 按照这个图纸设计 在这个山坡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比较大眼 我们就从上面下来 就是打着装 拿那个安全带 刷上身下来 就在这开始作业 要让山子吊的人 在上面倒 你说这个困难 困难一下 我们团当时的 赤山民有救救火 一个幸福当时的 我这个亲密 天刚做干盘 第一个我干吃完 千年三个我岁人要钱 英雄面前 无难关 套着这样一股 开山披露的精神 指战员们最终在 冲山峻岭之间 搭建起了自己的樱坊 然而 入住新营区的喜悦 还没有退去 又一道难题 摆在了战士们面前 人可以爬上山 可是施工机械 却无法开进工地 稍微能够开个车子 进去的公路都没有 完全来讲 我们这个战士来讲 就是靠背上 背着铺板 把它铺板 弄成两块 一块铺板好宽 把它披成两块 两块来讲 绑到背上 背进去 高山旁边开出一条 很窄的路 很窄的路 只能走人 这人呢 人扛肩扛 抬着机器 进到那个现场 当时很多机器设备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靠着人马肩扛 一点点抬到了施工现场 按照工程设计 在全长1100公里的 成坤铁路线上 共建有各类铁路桥梁 991座 隧道427条 仅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度 就超过了400公里 这也就是说 行进在成坤线上的列车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不是在穿隧道 就是在跨高桥 那么在当年那种简陋的 施工条件之下 铁道兵到底是用了 什么样的心态和精神 来面对这一项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兼具任务呢 铁骑士23团 负责施工的连地隧道 位于金沙江畔的峭壁之上 总长4600多米 成坤铁路沿线复杂多样的地质状况 在这里暴露无遗 挖隧道 挖到地里头 挖到一个暗河 结果那暗河水一下就冒出来了 一周也冒几千层三万层水 把人都从里面冲出来 随着隧道的绝境 大大小小的地下溶洞 次第出现 其中最大的溶洞 直径达到了48米 接近一个足球场的宽度 而洞中封存了的积水 更是深不可测 但是最可怕的 还远不止这些 而是那些随时有可能发生的 塌方 当年 曲铁生刚刚参军复役 就来到陈坤县 连地隧道的施工现场 没想到 不久就赶上一次罕见的大塌方 你看我的牙 就隧道施工塌方 一般木板打到这个地方 上面打到了四颗牙 下面打到了一颗 当时我二十岁 连女朋友都没谈过对线 陈坤铁路隧道踏方 这是时空监管的事 但是踏成通天洞很少 挖多少土石方 就踏多少 就踏成通天洞了 头顶上的通天洞越踏越大 最后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 采坊铁路知道 这次踏方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他们既要清理踏下来的扎石 还要用混凝土补上这个硕大的缺口 而搅拌混凝土所用的水泥 都要靠人工一袋一袋 从山下扛上来 在斗桥的山坡上负重攀登 采坊路和战友们只能手脚并用 硬是爬着 把众多水泥背上了半山药 全部都是血泡 因为我们新兵入了以后 拿手上的茧 都是掉了个三次的皮 然后就成了很结实了 就不怕了 铁道兵转战大江南北 经常面对各种危机事件 对一般的踏方 大家可以见惯不惊 可是在陈坤县的隧道施工中 他们却遭遇了从未见过 也无从想象的复杂状况 大铁道兵的通事 九龟的通事 就下面出现了敌险 上面有个不断的踏方 从这个险下的时候 都扔到把人买了 见到有人被买 大家来不及多想 第一反应就是冲下去救人 更糟糕的是 踏方和陷路还在继续 下去救人的战士 非但没有救起战友 连自己也被陷在里面 无力自保 那一刻 隧道中出现了最为悲壮的一幕 谁也没有想到停下来 战友们一批接一批地冲上前去 前虎后继 面对无法遏制的灾难 文迅赶来的营长一把拦下了 还要向前冲的战友 当然是人还是不学的 就还是像人家 但是那个初始 那时候不和敌面的那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在一起就还是在一起死 这些初始未结 身先死的铁道兵勇士 没有听到开通典礼上的汽笛 更没有看到列车穿越横端山脉的壮观景象 他们年轻的记忆 永远定格在四十年前开山注入的某个瞬间 1967年以后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成坤铁路的建设进入停止阶段 周恩来抓住备战的需要 召集了西南各省和军队负责人会议 传达了毛泽东的声音 三线建设要抓紧 周总理有此集结我了 集结我的母帝 他主要要正坤铁路 101970年 7月1号 之前要通车 此时 离中央预定的通车时间不足十个月 要征时间抢速度 那么所有路段的工期必须大幅压缩 一度陷入停滞的施工工地 又重新沸腾起来 那个车不是八个小时里 也不是五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问题 就连一趟之下 就哪怕是六十个小时 到港湾 四十八个时期 那时候随着处杀是 那个前兴式走车 往往推 推到大陆河旁边 一个横着 后头一开 哗 直战员们 甚至冒着牺牲自身健康的危险 加快施工进程 按照工序 打风枪时 需要在上面接上水管 这样可以减少灰尘 但是很多战士为了强劲度 省去了这个环节 直接打起了干风枪 好多长时间也是 不喜欢用这水分枪 还是用钢风枪 钢风枪进度快 我转了叶 它出来分成了 我为了清理一下 就是跑叶里边的分成的话 我还空吹它 吹它一下 用高压风吹它一下 我这个进度就快得很 我们一丝不挂 每天进去 只是一个年轻 我们十七岁 十七八岁 那个时候 只有一个裤衩 一身都是汗 那个风枪打不成了 一脸除了两个眼睛 是合的 其他都是黄泥巴 合泥巴 那个神像 就像我们现在 洗淋油一样的汗 我们也不知道 当时 干风枪钻探严实的粉尘 合着放泡后浓浓的烟尘 是成坤铁路各个隧道中 最常见的景象 在缺少现代机械 和防护装备的条件下 很多铁道兵战士 在隧道的烟尘中 患上了无法治愈的 肺部疾病 肥里面全是灰尘 在从事过隧道施工的铁道兵 指战员群体当中 西费病可谓是司空见面 而有些人 至今仍在被这种疾病所困难 然而 这些老兵 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那就是 和那些为成坤铁路 牺牲的战友们比起来 自己身上的这些病痛 实在算不了什么 老兵们永远不会忘记 九道拐隧道里 那悲壮的一幕 当时距离成坤铁路的通车时间 已经不足三个月 为了抢进度 前一天 刚刚上完夜班的孙建明和战友们 又一次钻进了隧道 然而 意想不到的情况 发生了 进去不久 他 几千斤 打到石头下就掉下来 一切砸了三个人 当时就砸了三个人 当战友们把孙建明 的则三个人 要先倒下来 然后再当我 一切砸了三个人 请不吝点赞 击一切砸了 一切砸了 一切砸了 就是 你 多一切砸了 这种 这些 这种 好 好 成坤铁路建设者 最激动最幸福的日子 这一天两列虎车 分别从昆明和成都开出 相聚在西场 成坤铁路的修建 让国家对西南地区的战略规划 得以顺利完成 依托成坤铁路 攀枝花钢铁基地 西场卫星发射基地 先后投入使用 三线建设的实际作用 逐渐呈现出来 成坤铁路建设成功之后 形成了西南的铁路环形线 从根本上改变了 整个西南地区 交通不便的现状 有一位经济学家 曾经这样评价过 他说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 和成坤铁路的建设 至少影响和改变了 西南地区 两千万人的命运 根据毛泽东要求 成坤铁路要快修 贵坤铁路也要快修的指示 在云贵高原上 一条东起贵阳 西底昆明的铁路 也在艰难地铺设着 作为连接云贵两省的 交通大动脉 贵坤铁路缝合了 当时全国铁路网 在西南的缺口 从此 西南地区的铁路骨架网 逐渐形成 贵坤铁路总长621公里 它蜿蜒于 地质结构复杂的 云贵高原 跨越地势起伏的 高山深谷 星罗密布的急流险滩 平均每修筑1.2公里铁路 就有一处隧道或桥梁 而全长近4公里 暗和溶洞秘密的梅花山隧道 则成为了整条铁路修筑的 关键工程 我们仿佛回到了三线建设时期 热火朝天的铁路工地 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 凶酒酒气昂昂 铁武士的战士们热情高涨 在当时缺少机械设备的技术条件下 迎接他们的梅花山隧道 长达3986米 无疑是一块极其难啃的骨头 铁武士用了短短的十个月 修通了梅花山隧道 随后不久 桂公铁路全线通车 源源不断的三线建设所需的物资 通过这条铁路线 运到了六盘水 那是个激情四射的年代 是场如火如荼的铁路大会战 深山亘古的寂寞被打破 时代的琴弦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 铁道兵战士 克服艰难险阻 凿山开路 遇水架桥 在大西南的铁路禁区 铺设了气壮山河的 成坤铁路和桂坤铁路 于是三线建设这盘棋活了 两极一线的建设格局有了轮廓 三线建设的龙头工程 潘之花工业基地 逐渐拉开了帷幕 好人好马上三线 几十万建设大军 如何将大山深处的小镇 建设成全国文明的西南梅海 一方小小的铁块背后 凝聚着建设者的心血与青春 敬请收看 大三线 梅刚传奇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